我们没有像民进党有政府的资源 有庞大的力量 甚至有暗黑的网军 我们靠的就是蚂蚁熊兵 把近期的网军事件跟公投宣讲做连结 朱立伦近期频频站上街头第一线 但眼见公投就剩十天被封为最强诸侯的新北市长胡友宜 却迟迟不对公投表态 不要被民进党见风插针 每一位都很努力 每一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各自各自的一个行动 来展现对公投的支持 或许是怕原本的优势快要流失 因为绿营除了宣传四个不同意 现在绿委更推出行动版模拟投票 要让大家知道公投怎么投 大家会觉得那这张票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我去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投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其实就想了一个方式 然后做了一个所谓的公投模拟投票 粉红色的就是公投榜大选 那一样在这当中我们按了不同意之后 他会再跑出来 每天在看手机子 主要就会看到 也可以拿这个我们旁边的朋友 所以我现在印很多贴纸 如果当了朋友就把它打下去 同一时间民进党立委也设计贴纸 邀请亲朋好友来广发 似乎也呼应下午党主席蔡英文 即将宣布的公投动员令 孩子们的未来我们一定要请全力 所以总统下这个动员令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相较于蓝营仍有部分桥不拢 民进党维持一致步调 迎接公投选前黄金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